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正在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3月8日在香港會見傳媒時表示 特區政府十分歡迎和認同相關草案 對《基本法》附件一及二的修訂工作 也都希望值今天的機會 跟大家再重申特區政府的立場 確保香港的管治權掌握在愛國者的手裡 是令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 可以全面、準確、貫徹在香港落實的 所以我和特區政府非常歡迎 和支持這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工作 林鄭月娥表示 這次對選舉制度的完善工作 事先由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作出決定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再由香港修訂本地法律 他指出 此次修訂將依據五大基本原則依法落實 第一個原則當然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方針 第二個原則是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所以大家會留意到在這個工作裏面除了要根據憲法、基本法之外 亦都要根據香港國安法的有關規定 第三個原則是堅持依法治港 所以當人大做了決定 人大常委會作出了修法之後 仍然是需要特區政府進行本地的選舉法例的修訂 第四個原則是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向前看的實際情況是必須要找到一套的選舉制度 是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選舉委員會是要有廣泛的代表性 最後一個原則 我相信特別是為了特區來寫的了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次的完善制度 提高特區的治理效能 因為實在是看到過去幾年在立法會的亂象 令到特區政府在施政方面舉報為奸 丁正月娥表示 香港的選舉制度出現漏洞和缺陷 香港特區難以自行處理 她感謝中央既定立《香港國安法》之後 再次從限制層面登起責任 行使中央權力為香港解困 作為行政長官 面對香港政治體制中的選舉制度出現了漏洞和缺陷 但是又清楚明白 特區是難以自行處理這個問題 我非常感謝中央在繼去年《香港國安法》的制定之後 再次從憲制的層面擔起了責任 行使中央的權力為特區解困 這個決定加修法的方式是及時 是必要 而且是合法 合憲 它的主導權和決定權是不容置疑的 有的 同時 有的 有的